那我们看回其实选了ListTrust出来之后 英镑或者英国的债券或者英国的股票 其实反应也不是太大 但是唯独是其中一个板块有动到的 那这个就是英国的零售板块 如果大家一看回这幅图 其实ListTrust选了出来那一天 英国的零售板块涨了差不多6% 那其实零售企业为什么涨得那么厉害呢 主要是因为新政是集中去改善英国的通胀问题 大家好 我是Marco 今天又来到我们Satuate的市场环评 Hello Saphelene Hello Marco 大家好 香港人很关注的英国在礼拜一有新首相正式上场 他就是特拉斯ListTrust 他上场的时候名言会透过新政策 去大力地改善生活成本急速上升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会看看新的政策究竟有没有效 以及可能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没错 其实ListTrust刚刚成为了英国的最新一任首相 那为什么要选一个首相呢 主要就是因为上一任首相Bois Johnson 在7月份的时候就辞任了首相这个职位 而因为在英国每一次的一个大选 其实每五年举行一次 对上一年就是2019年 那就是Bois Johnson赢了一次 而下一次就要去到2024年 所以在中期来说 如果出现了一个首相辞职的话 保守党自己内部就会举行一个选举 ListTrust就是这样获选 而成为英国最新一任首相 其实英国两大政党保守和工党打崩头 我们可以看这幅图显示最近民调对于这两个党的支持率 红色的条线就是工党 而蓝色的条线就是保守党 大家可以看到2019年 就是上一次的大选的时候 其实保守党是大幅地抛离这个工党的 但是到了最近几月 其实红色的条线就是说工党的支持率已经超越了保守党了 所以保守党新选出来的ListTrust 其实就是为了扭转这个保守党落后的一个局面 所以看到ListTrust的一些新政 其实是和Boris Johnson有很大的分别 而ListTrust其实也是英国第三位的女性的首相 那上一位当然就是Tresen May 再上一位就是大卓尔夫人 也都是大家都很爱戴的一个首相 所以其实ListTrust也带有一些大卓尔夫人的影子 那我们看回其实选了ListTrust出来之后 英镑或者英国的债券或者英国的股票 其实反应也不是太大的 但是唯独是其中有一个板块有动度 那这个就是英国的一个零售板块 如果大家看回这幅图 其实ListTrust选了出来的那一天 英国的零售板块升了差不多6% 那其实零售企业为什么升得那么厉害呢 主要就是因为新政集中这样去改善 就是英国的通胀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回这幅图了 黑色的条线就是英国的CPI 就是通胀岸年的增长率 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英国的CPI 已经去到超过10%了 就是比美国的通胀更加严重 而本身因为之前的一个电力补贴 会在12月份的时候完结了 所以大家本身就预期 就是英国的通胀会升到13% 就是蓝色那个点 当然13%是一个很严重的通胀 也都严重地偏离了英国银行的一个目标 就是2%的一个通胀目标 都有这个能源价格上限的 每一户其实之前只需要交1,971元的一个能源费用 但是这个政策因为10月份的时候 就会预期expire 所以之前市场预期 就是英国每一个Household 他们的能源价格的洗费会升到3,500多元 就是80%的增长 但是ListTrust上场之后 就应该会公布一个新的能源上限 大概就是2,500元 就是说按年就不会增加80%那么多 而第二个市场预期的ListTrust新证 就是取消之前Boris Johnson有提出的加税的政策 当然这个也会代多钱 消费者和公司的口袋里面 所以刚才说了英国的零售板块 当天立即反弹 就是因为大家都多钱洗了 当然政府洗钱不是没有一个代价的 代价就是政府要发多些债 因为其实现在英国政府 好像其他地方的政府一样 其实都是债台高足的 我们看回如果英国的一个 Debt to GDP 就是英国政府债务 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比率 可以看回这一幅图 其实20年前都还有很低 那时候是27%的 但是金融海啸之后 当然各地政府都大量发债 英国也不例外 所以在金融海啸之后 一直就升到七十几八十个% COVID的时候又再发债多些 其实现在去到96% 再加上刚才说英国的新政 如果要实行能源补贴的话 未来18个月 我们预期英国政府 就要花多1亿3千万磅 1亿3千万磅大约就是5% 他们现在的一个负债比率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会增加到100% 甚至超过100% 但100%虽然是高 但其实英国政府都未算是最高 因为如果大家看回这一幅图的话 我们很熟悉的日本 日本政府其实是全世界借钱 借得最厉害的一个政府 254% 而美国其实都借不少 130多% 所以英国政府再借多些 其实都还可以的 不如我们看看新政策 究竟有没有效 或者会带来什么问题 还有我们很关注的英镑 又弱了这么久 会不会有机会反弹呢 其实刚才说的两个政策 就是一些比较短期的政策 在英国来说 其实都很多辩论 究竟会不会益助油公司 因为你政府subsidize 还是会对于民生有什么影响 其实我们这样看的话 觉得这个措施的而且有帮助短期内面的通胀 但是英国的一些始终最结构性的问题 用这些措施都未必解决到 为什么我说英国有些结构性的问题 可以看回这幅图 其实这幅图就显示了三个不同国家的人均生产总值 即per capita GDP 白色的条线就是英国 黄色的条线是美国 你可以看到其实英国和美国 在1980年代去到金融海啸之前 其实增长率是差不多的 但是由金融海啸之后 英国的国民生产的总值 是这么多年都没有升过 而反而美国就一直飙升 而另一个我又放下去 就是紫色那条线 那条线就是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 你可以看到日本的经济 自从在90年代经济爆破之后 也没有增长过 所以经济没有动力之后 你的货币都不会怎么样去表现 而现在英国其实在金融海啸之后 就有点像当年日本 再看回英镑 其实如果看回这幅图 你可以看到长期以来 在金融海啸之后 其实都是处于下跌的轨道 当时金融海啸之前 其实1英镑是兑2元以上的美元 但是现在去到1.15左右 已经转转跌了40%多了 所以要英镑持续走强 其实要经济有动力才行 现在暂时我们未见到 Listrust有一些很大型的改革 如果大家记得刚才说下一次的一个大选 其实是2024年了 现在已经是2022年的年尾 所以其实由现在去到下次大选 是很短的时间 未必足以令到Listrust 可以去有决心的做改革 因为一般来说 如果你要做一些很大刀切斧的改革 对于经济和民生的影响都可能会很大 亦都需要一些时间去见到成效 所以可能短期以来 它会有一些比较细型的纾困措施 但是始终英国的一些 结构性的问题都很难改善 到最后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和我们提供的资讯的话 请给个赞给他们支持一下 也可以留言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影片 谢谢